所以在農曆七月節也有很多善信 因為他們不懂 我發覺現在好像一個潮流 我發覺現在十多二十歲的人都會來問我們 師傅 怎麼拜 拜佳 究竟要做什麼 買什麼 什麼時候拜等等 我覺得這個習俗也很開心 因為實在在香港有很多傳統的習俗都已經是買小件事 每一年 其實以前在街上七月節 我想Carolson和你那個年代比較近 就會比較見得多 怎麼了 在街上 以前很大型的 燒到一屆都是 是嗎 我不知道 麻煩你 即是你沒有出街嗎 整個七月你都不出街 很安全 七月不出街 以前是很多東西的 一街都是衣紙 相對現在是越來越少的 對 反而現在可能見到一兩單 不是那麼多 相對少了 保留傳統的人少了 沒錯 就算你說夠鎮時會做開的 現在也未必會再做 因為實在物價又高 我那天跟客人去買盒飯 你知道拜佳要飯 那盒飯是12元 只是那盒飯 只是飯 所以現在物價高了 有很多人的經濟環境不太好 可能人們免得過就免了 不過我也會呼籲大家 其實每一年 就算你說是不是鬼門關開也好 我想這麼久以來的傳統出來 一定有它的原因和理由 當然 如果這些傳統做開的話 我都很建議各位 如果真的有做或想做的 都不妨可以試一試 其實如果想做的話 去做當然是沒問題的 但是當你做開的時候 其實就不應該停 因為其實當你在那個 代表你自己 或者代表你的什麼宅 去負責燒 但是今年別人收了你的東西 其實他們每年上來一次 其實他們就會知道 去哪裏找東西 去哪裏找到哪裏可以收回 而如果你譬如做了幾次 突然不做了 其實就有機會對自己不太好 都是的 所以如果純粹是貪得意 或者怎樣的 那我就會奉勸大家貪得意 這些事情就不要搞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本著一個善心 打算一年一次 其實有很多沒有人理的 沒有人照顧的 從來都沒有收到東西 你當作是一個功德去做 我覺得絕對是一件好事 沒錯 我想問一下 在你們幫善信宵夜之類的期間 有沒有什麼事發生過 有的 其實燒衣這門都實在是挺特別的東西 我經常覺得 譬如說每一年 其實在語蘭節、下鬼節 都有一兩個不多的 他們都會問其實怎樣燒 如果我要通過WhatsApp去教他 我就覺得 我很少時間 隔了一重 而且有些東西很難表達 因為我要打字 不如說不要煩了 我跟你一起去拜 跟他一起去燒 去買東西 不過我也要奉勸 如果一群人約了三成群 一起去燒衣 是沒問題的 不過你千萬不要站在旁邊 什麼都不做 最起碼你也要燒一搭半家的東西 即是不要旁觀 浪費旁觀 對 浪費旁觀 因為始終等於放生一樣 譬如說那些人很喜歡 一兩個一起去放生 可能是兩夫婦、兩夫婦、拍拖、情侶 一個去放 打開雀爐就放 說我什麼名字 今天放生了 什麼病痛 冤親債主就走了 那你隔壁那個呢 隔壁那個就站在看 我說不行的 你在散東西 放東西出來 隔壁那個不一起做 他就吃光你的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放生 不行的沒問題 就坐著你的肩膀就行了 即是兩個人買或者你夾少少錢 在一起 譬如說詩詩我搭著肩膀 我今天什麼什麼名字 我Peter和何慕斯一起放生 兩個都放走所有東西 這樣就好一點 其實拜街也是一樣 你拜的時候你不要站在這裡看 不是看電影 你下去裝阿香 拿回一兩盒溪錢衣紙 燒一燒它 也表達一些心意 譬如說你朋友給錢買的 你就把10元20元交給他 沒有什麼心意而已 我覺得這些 譬如說這次就約了一個男生去燒 我經常覺得今次去買這件東西 很特別 一樣東西都好像 你快點來燒吧 一樣東西很順利 因為本身其實那一天我就沒有空 我下午另外有些東西要做 他就約了我下午 其實是大概5點多 因為我們不會下午燒 通常我們會乘近黃昏 5、6點那些時間 陰氣比較重一點 你近入夜的時間 我們去燒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就說不如約你5點半 本身他就打算看看行不行 後來突然間他就說可以 即是早了下班沒有工作 他說我現在馬上過來 我不想留到這麼晚 而且太晚燒也不太好 始終我家人氣多一點會好一點 因為我也要看回他 我就說不怕 他不知道 因為如果他本身時運低或者弱一點 可能他會不舒服等等 約了很快很準時 我們就跑過去 入華地街市買東西 買飯 買衣紙 買油桶等等 我覺得這件事很特別 他那天賺了一堆錢 小銀子 去買龍眼 去買花生 去買油桶 買到最後那一件 我記得是買龍眼的 他說龍眼要多少 他說一抽好嗎 一抽太多了 他有一些收收星散了一粒粒 我說你撿那些給我們 好吧 這些反正都買了 賣給你 他就說八元 他一放開手 就有八元 因為很厲害的 其實那天又要抽了很多東西 要全身找錢 很麻煩的 誰知他一拿就有八元 好像很順利 那些東西 好了 我買完了所有的東西 我們去逛逛逛逛逛逛的後巷 他們那邊燒 很多人唯一在十字路口燒 我們在佛堂選中了 那邊比較陰 那邊燒 也不是陰得完 他也是在大街轉一轉 後巷 他一攤開芽菜豆腐、龍眼、飯一出來一裝香 突然刮風,那些蠟燭點不著,點來點去也點不著 燒爛了一個伙計也點不著,因為撻得太老用 也點不著,後來我們就說大哥大姐不要急著,慢慢來 等我們點著蠟燭就可以吃了 因為那些食物,例如芽菜豆腐、龍眼、花生等等 我們也要刺香下去,因為刺香下去才能引到他們吃東西 我們也要讓我們先放香,如果不能放香,你們不能開餐 說完而已,那些風就突然變慢了,那些風就變慢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裝香,他買了挺大的,我想有這麼高的衣紙 因為他買大份,撿起來很多,很快燒了,火很猛 其實你燒開衣,你會知道,當它收得快,吃得快,拿得快 這些東西是很快燒的,如果那些東西沒什麼在附近收 或者你不是七月節,你會覺得,為什麼燒極也有 這麼慢,那天是這麼大疊,我想15分鐘就燒光了 而且我們一人又丟一點,一人又丟一點,看到火很快 砰砰的聲音,斜得很厲害,燒到變灰變粉 就是很漂亮,我們會視為燒得很漂亮 其實整個過程都不錯,不過我燒這麼多次衣 在街上,我沒有試過頭痛,因為我其實很少頭痛 我那天一直陪他燒衣,在街上,很頭痛很頭痛很頭痛 是測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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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未必能感覺到,你說一炸過來,我就感覺到 而且看到有些火,又起風等等,我就覺得挺厲害 然後我就覺得燒完了,走了走了走了 記得提大家,因為始終燒家衣都不是很正路的東西 當然我們是用來祭鬼神的東西,燒完就不要再看回頭 燒完走就走啦,直線逛一個圈走 ход走遮瑕的東西買走 那才可以回家 你說惹是否有特別有 tornatchity的東西?是沒有的 但有一個感應就是哇,很頭痛 現在ılar想起來也是頭痛 其實上一集剛巧是我和鄭先生 我們跟鄭先生那一集都說過 我分享過某一個茶餐廳 因為為了自己生意要好 故意買很多東西燒衣 當時的情況就像你剛才所說的腸 所以不要令他們那麼沒有秩序 其實如果大家燒衣時先祭土地 告訴他們你將會在這裡做這件事 讓附近土地科的神知道 他們會派一些不同的身份 陰間民安隊 他們會來看著這件事 像做Secure一樣 看著這件事維持秩序 相對不會有搶得很厲害的情況出現 所以如果你們不是透過任何師傅 不是透過任何廟去做這件事 而是純粹自己去燒 安全起見 正如上次也有聽Peter說的 那個人還要跳進去封眼裡 吹啤嘴 那件事 為免有任何衝撞情況 如果你們自己做的話 最好做一些令他們守規矩的事情 自己糟糕的機會就不會太大 因為不是每次都會有師傅陪著大家 或幫助大家鎮住長年 Carson 怎樣 這麼久沒見你還是很安靜 在聽你們說 車禮節有沒有事想分享一下 有沒有朋友發生過什麼事 家裡流行不流行燒衣 家裡一定會每年燒 今年燒了沒有 燒了 今年我都忙都沒有跟媽媽來燒 因為平時往年我都會吃完飯 晚上就跟媽媽來燒 其實燒衣都很多次數了 就算跟家人燒 幫朋友燒 都試過 剛才Peter所說的那些 突然間有風 其實真的可以叫做不可思議 因為平時可能有退開的位置 都不會經常有風 或者那天天氣都不會特別變得很緊要 但總是很有趣的 你永遠燒這些 就算有時候不是鬼節 都會發生這樣的事 突然間 你見到 這個相傳 有些人說 那個船窩的風 好像龍捲風 那些相傳也是 那些鬼 陰靈 陰靈 在拿東西 或者在搶東西 這樣又可以叫做不可不順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真的很多人燒開衣 或者有拜神 都會知道 平時如果不是這些月份去燒東西 就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有時候有些莊香 你看到很有趣 有時候也是拜開神的人 會留意 有時候有些香 有些香 會有些訊息給你 對 或者你 如果去求人拜神 有時候好像不相信你的東西 突然間點擊都好像點不穿 或者點擊都認識 那就有些事大家知道了 心目中自己知道 可能是甚麼事發生 分享一個朋友的短故事 又是跟蕭姨有關的事情 這個朋友 都很多年前 完全甚麼都不認識的情況之下 自己有一些很不順意的事情發生 而他經歷那個低潮 其實是經歷了好幾年 然後就去找一個師傅 師傅就告訴他 你其實曾經去過哪裏 不知道拜過甚麼 曾經拜得不好 就有些衝撞 而當你做那個儀式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當時是那個師傅的說法 你經常說去增運 有一個詞 師傅加持 突然在口順邊 就是增運 然後師傅跟你做加持之類 他以為加持 其實是把一些不好的事情 打進你的身體裡 這個當時是那個師傅的說法 所以之後的事情才是越來越差 運就比不敗更差 又有些事情不斷倒 而同時間 亦都是因為本身 可能是有一些祖先 各樣是保護著你的 保護著你的 但是因為你做了這樣的儀式 而本身保護著你的能力 亦都沒有了 要走 對 所以總之所有事情都倒閉了 其中一部分要做的事情 就是馬上去燒一些東西 除了燒給自己的祖先之外 希望他可以回來 亦都是希望祝一些兄弟 希望他們可以收到東西之後 叫做放過你 當時那個朋友 就得到這樣的訊息 然後就去宵夜 而那個環境就是 剛才Carlson所說的 總之又 因為首先那個朋友的心 已經是歇了 因為他聽完之後 糟了 原來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原來這麼嚴重 然後馬上去買衣紙 然後買了要燒的東西 然後死人都抓著 你陪我陪我陪我 很害怕的 然後 當時 點蠟燭就色蠟燭 點香就色香 就是Carlson剛才說的 正正是這些 是 因為他們去到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是夏天 那夏天 即是那幾天 是焗的 焗之餘 沒有風 總之 是有風 有風 但由他開始做事 就開始有風 刮風 而因為刮風 那蠟燭就點不著 當然要找角頭 遮住 擋住 人長攔住 嘗試去點 很不容易 終於點了 插進橙或生果 但轉頭也會關掉 明明已經找了相對安全的位置 插都未插進去 然後又關掉了 然後也有一些人為 當你不斷點又插 然後那些蠟 明明點得著 然後那些蠟滴在手上 嘩很痛 然後又弄熟了 各樣的蠟燭 總之弄熟了 對 各樣的蠟燭也有 然後 instead of 插著蠟燭 等它燒 直接拿著火機 總之 它一會燒 一邊燒 等它融 之如此類為止 另外當然是幫它點香 之如此類 但點的時候是沒問題的 你也是一堆香 一邊燒 一邊燒 然後 通常不懂 當然是 這裏放些 那裏放些 隔遠些 又放些 等附近的收藏 但是 明明的香 是點著了 它不是一個火頭 不是像蠟燭 但是無端端都會看到 是關掉的 然後有些 就是香的頭 是點著 但是會掉了 那一刻 其實是因為 當你很無助的情況之下 什麼都不懂 然後還要知道 糟了 糟糕了 然後要去補救了 其實已經有一重 有一重的心理壓力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卻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